半岛经历大水灾 许多灾民家园被毁 公共设施也被破坏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联手乡村发展部 启动灾后重建计划 两个部门将各自拨款5000万 总数1亿令吉 在全国展开大范围的修复工作 那目前呢 当局已经接获了上万名 受灾户的修复和重建申请 当局就预计需要两个星期 甚至半年才能够修复完成 而在施工期间 不排除会向部分的灾民 提供额外的租屋津贴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连同乡村发展部 跨部门携手展开水灾重建工作 两名部长 拿多斯里里扎马利肯 以及拿多斯里马哈基尔 今天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 部门将各自拨款5000万令吉 协助灾民重建家园 其中受水灾破坏的家庭 每户维修费 预计介于5000到15000令吉之间 而完全被毁的受灾户 重建费高达5万6000令吉 由于修缮工作 预计需要两个星期 重建工作更需要至少4到6个月 房地部将向内阁建议 提供每户家庭至少额外200令吉 补费灾民这段期间的住宿费用 房地部和乡区发展部 将各自负责城市以及郊区的重建计划 房地部目前已鉴定 城市区受损的房子将近8500所 其中113所需要完全重建 而乡村部也接获将近2000份 受灾户援助申请 除了受灾户 拨款也将用来修复损坏的公共设施 例如民众会堂 祈祷室 沟渠和桥梁等 由于首相伊兹麦沙比里 已经指示要即刻帮助灾民 因此两名部长誓言 修复工作会即刻展开 不会拖延 灾民若有任何需要 可向县政府办公室 或天灾行动控制中心 寻求援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